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向澳门大学承诺的1.35亿美元的捐款 去年5月 永利澳门向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捐赠2500万美元 并且承诺从2012年到2022年将会每年额外再多捐1000万美元 不过这项涉及1.35亿美元支持新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捐赠 如今有可能会受到影响 只有永利20%股权的日本弹珠基大亨港田和声认为这项捐赠并不适当 并向美国内华达州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永利澳门披露财务资料 而永利澳门也证实美国证券交易所现正对永利澳门进行非证实调查 也已经致函永利澳门要求保存所有涉及捐赠的资料 以及任何可能有关永利续牌的信息 而永利澳门的赌牌有效期将在2022年到期 好 欢迎今天刚临澳门万丈的嘉宾 澳门时事评论员黄东老师 欢迎黄老师 钟姐你好 大家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比较最近热门的话题 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件事件的来龙去密先 2011年5月永利澳门向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捐款2500万美元 刚才片段当中也有提到 同时也是承诺从今年开始 2012年到2022年 这十年之间将会每一年捐款1000万美元 这一笔长达11年的总捐款根压高达1.35亿美元 款项将会用于澳大和其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长远发展 该公司的集团总裁Steven永利表示 对澳门大学发展基金的贡献 体现了永利澳门有行公司所有董事会的成员 中国和美国的股东 对澳门人教育的重视和社会方面的承担 澳大展开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 也都是有助于中美相互认识理解 而美中伙伴关系发展也是全球的重要问题 捐款其实是意义重大的 不过目前出了这件事后大家在猜测 究竟事件的真相是怎样的 正好是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期间 一个消息来说很微妙 因为中美两个关系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尤其是经济和财政方面来说 现在澳门也可能刚刚才有一件这样的新闻 这个是不是刚刚才有人专门 然后这个时候放这些消息我们不清楚 总之逢是这些敏感的事 是很微妙的事机的事 我们多些想象一下 也不是什么坏事 我们要看回这个的确是长远的投资 涉及十一年 每年来说是数以千万计 一千万美元累积下来 你说是不是很大的金额呢 如果一个大学他每年运作经费都 数以亿计 这个也不算多 但如果放在一个研究所里面 就可能比较触目一点 数额来说比较大一点 我们看回他都很好心机的 将他放在亚太 因为美国自认自己是亚太的一员 这个他是不是重点投资 这个研究所我们不清楚 从好处说 这个当然是 绝对是有利于澳门 长远教育涉的发展 我们希望多些 有心人士 善长人翁 能够对教育做一个长线投资 如果是带了一些动机去投资的话 我就不希望是这样了 因为澳门来说是一个比较微妙 很多美资的公司和博彩企业 在澳门作大规模的投资 他究竟的动机是怎样 我们完全不清楚 所以我们觉得作为澳门大学 他这个受益人的画 是不是在这个时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 将更多的资料向外透露呢 我们不是说一定不对 但是他既然是已经是接受他的捐款的话 实际上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是绝对 有理由 并且是必须向这个外界作出一个交代 而证明自己是和他的关系 仅是指于捐款人与被捐款人之间 而那一笔款项的运用来说 其实也应该透明化 因为否则的话会引来更多的联想 对大学本身的形象或者运作都不利 如果永利本身是没有问题的话 他捐这笔钱 动机是很纯正的话 也能够反过来证明到永利方面 动机是很纯正的 没有问题 所以澳门大学 在这个时间里面 其实应该做比较多的工作 作为永利方面 反而有时来说 他可能叫做月苗月黑 就不要做太多的动作 反正在这个时间来说 他在被调查中 也不适宜对外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 或者一些以表清白的 比较刻意的动作 他似乎不是说应该这样做 只需要向美国方面做一个交代 但澳门大学方面 既然他这个是对外的一个大学 很多东西来说 包括财政 都可以适度公开 尤其是这笔款行 如何去运用来说 一些难度都没有 我们希望知道他究竟是 在那个学校的年度预算里面 他每间高等院校都有 那个年度预算里面 他占的百分比多大 还有是不是真的对他的教育 这个学院和研究所里面 提供到正面的在益呢 如果没有他又怎样呢 我们要知道那个款项 究竟产生多大的作用 是不是影响到他的教学 以至是他那个质量 我们想知道 如果是的话 真是挺不得了的 那个外来的投资 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的话 是不是表示了你那个财政本身 是一定的问题呢 你这么依赖他 所以我希望澳门大学方面 能够做这么多的说明 所以在赌权开放之后 尤其是外资的博彩企业 他们每一年的收益 都是很亮眼 有很大的数字 如果这笔捐款 真的是用于澳门的教育 相信大家会欢迎 都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意义 也是一个社会公益方面形象的索造 但是其实我们作为外界来说 对这些事件 只不过是可以说是 有很多猜测在网上也好 在平面媒体也有报道 其实动机方面 其实也有很多的联想 虽然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是哪一方面 但是其实动机方面的联想也有很多 有一种说法可能是 是不是他们之间的 内部人士的斗争 也都是有这种猜测的 很奇怪的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就是赌权开放了这么多年 到现在来说 如果我们曾经也听过 某间美资赌场有人事离开了 然后外面放一些谣言出来 影响以前自己公司的运作 而提升自己的地位 事实上是 在商业社会里面 尤其在澳门的博彩业 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我应该回顾永利过往的业绩 和在澳门里面 有没有做过那些 事实上也没有 所以暂时来说 我们仍是觉得它是 全民 或是暴风据影 缺乏真凭实居 但是 应该也为澳门 整个社会敲响的景中 外界的资金来说 原来是可以影响到澳门一些比较大的机构的运作 估计它怎样好 其实我们应该做好一定的预防措施 不是针对永利 也不是针对美资 而是 我们已经流动的资金 涉及到国际的资本 和国际的金融市场的运作 也可能会有相关联系 因为毕竟来说 我们经常说 澳门日渐走向国际化 这是无可避免的 我们也打开门 做生意也好 接受外来的学生也好 这已经是不好回避的事实 既然是这样 我们应该 第一方面 大方一些 资讯透明度公开 第二方面 做好我们的 金融方面的 就是预防的工作 多些手段 多些去 构思联想一些 避免一旦发生什么问题 就好像早前 例子 CTM 那个网络 故障影响牵连 甚广 我们要有一些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 不等于一定会发生的问题 但是万一 只要你是一万 里面有一次的话 你就很麻烦 美国方面 现在都是 证券交所 展开了非正式调查 就是说对事件 都是表示 某种程度的关注 这个是当然的 他尤其是 怀疑一些 本土的 美资企业 在海外的投资 有没有涉及到 洗黑钱 不发交易 之类的东西 还好 在一个非正式调查 就表示了 他们 美国政府 各个关注 就是这样 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这样 未去到正式调查 上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正式调查的话 就本身就是 表示了 有一个问题 在那里 那个问题的深浅 我们到目前来说 都相信永利是一个 走得正 站得正 亦都相信这一批款项 是真是为了澳门的教育 长远教育事业 做一个投资 希望 事情能够 盡快水落石出 是 我们有时暂时 稍后回来 继续关注 相关的话题 以及永利的业绩 一起来回顾 稍后回来继续关注 这里 栖息着一切的自然和美好 我们守护着 一个远远流长的传统 投入 体味 传承一种生活的文化 它的名字叫庄园 华发生态庄园 关注全球热点 始终站在新闻最前线 坚守独立观点 不断搜寻新闻背后的新闻 每天晚上八点 敬请关注澳亚新闻 国内外最新动态 两岸四地热点报道 社会外降财经耐动 每天三十分钟 五天报道 带你浏览全球视野 从台湾观点 带你深入了解台湾 探索大街小巷的台湾民俗风旗 掌握最火热的台湾经济动脉 敬请锁定走进台湾 探索澳门 包罗万象 解读施政 直击民生 关注新鲜事 为小市民发声 独到风格 开拓您的视野 争风对话 焦点事件 尽在澳门万象 回溯历史瞬间 揭开尘封档案 穿越时空迷雾 探究未解之谜 澳亚卫视重磅推出 大历史一角 带您一同解密 那些鲜为人知的岁月传奇 一个神秘宝盒 引来各方高手蠢蠢欲动 一道大内密令 少林武僧纵横西域 斩妖除魔 多少好男儿 一身少林魂 明星会翠 惊心动魄 亚洲首播剧场 每周六日21点30分 少林寺传奇之 大漠英豪 为您揭开少林功夫的千古传奇 欢迎各位在港局之后继续锁定澳门难像 我是刘宗志 在周末版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关心有关于博彩业的相关话题 上一节谈到有关于永利澳门的相关内容 今次再来回顾下相关的业绩方面的问题 那该公司最近也公布了上年的业绩 正在第四季度也都是赚了2.4亿美元 永利去年一整年净收益达到52.7亿美元 增加25.9% 其中拉斯维加斯的收益增加了14.2% 而澳门业务收益更达到了31.2%的升幅 第四季澳门的净收益差不多是拉斯维加斯的三倍 达到了9.9亿美元 安年上升了9.1% 澳门博彩业务全部爆竭 也诡辨听中畅和轿子机的投注额不止比2010年同期上升 而且博彩营额更有3.18%到30.4%的升幅 而非博彩业务也按年上升了14.6% 达到1.06亿美元 好 继续来关注一下永利澳门的业绩方面的一些数据 再来盘点一下先了 永利澳门公布去年第四季度的业绩纯利是2.4亿美元 按年增长了14.9% 其中贵宾厅的倒桌博彩的投注额是197亿美元 上升了7.3% 中场倒桌博彩的投注额就是6.92亿美元 增长了4.4% 其中贵宾厅和中场的正盈赢率分别是3.18%和30.4% 高于公司的预期 总体来说 看永利澳门的业绩都比较亮眼 在澳门的增长率和盈利率不算最高 但我们注意到历年相对于其他大规模投资的博彩公司 或者新进博彩牌的持牌人 相对有一个特点是稳健投资 不会做风险性的投资 所以增长是比较稳定的 不会提起大落 这也是在澳门的博彩市场 有时我们看起来竞争都比较激烈 这个做法相对来说是可靠 尤其是我们看现在世界经济环境 这个做法反而能够保障自己在未来一段时间 投资的稳定 尤其是上市公司 包括永利来说 如果我们观察它的业绩是大起大落 这些股票来说有时人们未必会追捧 当然我们要看投资者本身 如果他们追求一个短期的盈利 喜欢买一些大起大落股票做短期的炒作 这种是另一种方式 另外如果永利那种 投资者来说是需要长线持有这个股票的话 可能觉得这种是反而稳健一点 所以我们观察它的走势来说 事实上可以反映到它本身的性格 或者它对澳门未来的看法究竟是怎样 如果从它本身的业绩是已经高于公司本身的预期 事实上已经是可以叫做理想的了 它不追求一个甚高的盈利 追求一个稍为高于公司预期的盈利 我觉得反而是比较适合澳门一些 有我们看到其他公司来说 它是作为大规模的投资 比如你说金沙的那个威尼斯人 五六期 事实上还不断兴建 这种大规模的投资 我们在永利身上是比较少发现的 它当然还是有一个持续的投资在那里 但就不至于说 比如说第五第六期同时兴建 或者是拿大块地再搞多一个 类似永利这么大面积的一个博彩企业 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还是觉得对它有信心 所以回头说回它刚才那个 对于澳门教育士的投资 其实也适合它的性格 因为它做人来说比较看长线 就不是说看短线 比如什么叫看短线呢 如果它一下子订十几亿美金 下去澳门大学那里 就很显眼 这笔钱来说可能就有问题 也都不是很符合它的性格 但是恰好相反 它那个投资是稳健的 它投资到澳门大学研究所里面 也是细水长流的 所以从这一点来说 我们还未发觉是真是有一些叫做洗黑钱的嫌疑 因为洗黑钱不是这样花的 是一大笔这样花的 看回永利澳门的业绩方面 其实它是远优于在美国的 拉斯维加斯的业绩 当然都是跟很多因素有关 其中可能跟澳门的 无论是政策方面 还是环境地位置各方面都有关 是 我看回对比另一家美资博彩企业 金沙的做法都是一样的 我所谓指的一样不是我的投资方式 或者经营的方针 而在美国方面也是高出本土 没有公司的业绩 即是增长率 无论是增长率 或者是总体的收益来说 都比美国那边多 亦都表示了澳门博彩市场的大笔来说 事实上还可以 继续若干连食下去 可持续发展 我们叫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亦都是带给我们一些比较上大的 从经济角度来说 比较大的一个信心就是 美资企业他们的业绩 证明了澳门市场上有可为 只要我们做好未来的风险评估 以及以后将它包括所有博彩公司 就不是说包括永利 不只是说永利 包括所有的博彩公司 他们怎样将这个投资 向其他方面 将它疏到去 识度多元的方向走 是我们比较关注的 我们不担心它在未来的业绩 总体的走向 当然从增长率来说 我都强调今年很多博彩的专家都说过 今年的增长率一定不及不上去年 这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但今年总的仍是有增长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关注永利 澳门有关澳门大学捐款的相关争议 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非正式调查 当然也有很多的猜测 包括上年也有澳门博彩企业的前总裁 控诉该公司的股东 今次事件是否涉及到 该公司的人事纷争等相关的什么问题呢 继续关注一下 前金沙中国行政总裁指控劳动家金沙集团 为了获得优惠待遇 要求其秘密调查澳门高官负面消息 如今永利澳门又爆出日本股东向美国地方法院 申请强制永利澳门披露财务资料 其中涉及之前承诺向澳门大学涉及1.35亿美元的捐赠 有媒体报道称 这位持有永利20%股权的日本弹珠基大亨港田和珅 之前因为被拒绝查看公司的部分财务记录 与首席执行长史蒂夫永利发生争端 有学者质疑 此次事件究竟是企业内部的管理混乱 还是故意上演的一处闹局 澳门大学发展基金会在2011年5月接受永利澳门2500万美元的捐赠 用作新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的发展 如今永利澳门的内部斗法 难免让人担心外资企业在澳门不只是在商严商这么简单 与容让表示作为学术机构接受的社会捐赠更应该清晰透明 避免让人产生猜测 我们知道永利澳门他们的赌牌到2022年是到期的 对澳门大学的捐赠是从2022年至2022年之间 每一年是1000万美元 所以其实跟年限是刚刚是符合的 就是分期捐赠 但目前为止的争议就是 钱方面的透明度方面需要对外说明清楚 以免有一些不必要的猜测或联想 正如刚才我们所说的资讯透明在这件事里扮演很关键的角色 我们也看到斯蒂芬先生他对于自己的做法来说 都有一个信心的 是十年的投资 而这个十年刚刚才是他那个赌牌 需要逐期的时间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是其中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 其实澳门很多高等院校都有接受捐赠的 这些捐赠的来历 我们应该多些去留意或者是监管他 尤其是比如这个澳门大学不算厉害 比如你说是这个科技大学 这个才比较上觸目 我们看到就是澳门大学方面 第一他应该是适时公布更多的消息 咨询给社会大众、给政府知道 给美国方面也都放心 原来永利在澳门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先搞清这个关系 第二就是我们也通过这件事 关注其他捐款的捐献 究竟是怎样的流向 以及每年他摆在那个年度预算里面 究竟是一个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 会不会真的影响到 每一间高等院校的正常运作 这些全部都是很重要的 通过这件事其实可以引起很多的联想 这些联想对澳门 我觉得不是一件坏事 哪怕他真的是一个商业上 互相斗争的谣言 但谣言至于智者始终会清楚 但通过这件事我们能够关注到其他款项 究竟是合法 还是非法 还是会不会影响到学校的正常运作 这些全部通过这件事可以更多 引起政府和社会更多的关注 我觉得可以坏事变成一件好事 多谢王老师 多谢各位收看今天博彩议题的澳门万象 好 祝你周末愉快 我们走位 加油 澳门万象由华发股份独家特约播出 按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